如果你是一个和我一样 喜欢有意思的对抗 喜欢欢乐的人 你可以学一下这些招 但是跟陌生人尽量还是不要用 今天就是来这个技术教学的训练笔记 还是给你讲一下发生几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 刚开始打的时候尽量 拍子从这里拿到边上 约好发力 然后身体可以往右边侧 那这样是不是就给你左侧 这边亮出了一个通道 然后第二棒球的问题 你希望不要放了球再打 是不好打到的 一定是在快打到的时候再放球 就这样了 第三个是如果我们用正常的正手握拍 这个大拇指在这边顶住 你在后面的话 在后面发力 它可能会有点变住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 你看把这个大拇指放在侧鳞上 然后再这样发力 这样就比较好发力 放在侧鳞上 不用放在这个反拍的位置 放边上 把大拇指放边上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 重型状的通道 打 看见没有 看海练的时候 先发短球 找到感觉 但是在发这种 比较意外的球之前 一定要记得跟大浪沟通